中信兄弟氣勢陣旺 率先搶下臺灣大賽關鍵首戰 完成對時跨季九連勝記錄 而放言每日職棒達正雙位數連勝球隊 也只有紐約楊姬和福岡軟贏 前面的八勝我沒有參與到 我只參與到第九勝 每一場都是新的開始 就是在拿到地視場之前都是新的開始 嘴上說緊張 但場上表現完全不確場照樣開轟 第二戰兄弟交棒楊頭猛登先發 統一則由勝頭三鎮雙冠王 勝騎士掛帥 力評頒評戰局 勝騎士本來就是一位很好的投手 然後對我們的成績也不錯 一些禽獸會議大家都有討論 兄弟已經被打到 就是有點創傷症候群了 我們要不是那兩年有八連勝的話 其實就算拿第三勝 我們都覺得隨時會被逆轉 在週期的時候被拋兩次彩帶 那個非常崩潰的畫面 算是倍感壓力啦 可是就不管球隊輸或贏 啊來了都來了 就是好好的幫球員加油 畢竟又不是沒有打過逆風的場 獅民信心喊話 在一片黃海中賣力喊聲 不過獅子均面臨傷病問題 陳擁機 陳盛平都不再先發名單 甚至主力投手古靈熱揚 還無法評估狀況 經過超音波的一些檢查後 目前是肌肉比較極度的緊繃啦 那今天明天讓他恢復看看 往後幾天他的狀態是如何 我還要再觀察 目前古靈投球局數已達生涯高點 臺灣大賽才七戰四勝制 若是無法再上場 對統一師隊真的很傷 靜新的劉手玉 鄭家瑄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的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